他结婚5年连生次胎都是剖妇产,从未坐过月子的,他现在模样终于曝光。 他结婚5年连生次胎都是剖妇产,从未坐过月子的他现在模样让网友惊呆了。 说到奖励杀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。 除了丈夫是陈浩民,她在桂圈的生育能力,是出了名的会生孩子。 结婚5年生4胎,关键4胎全都是剖妇产。 很多人并不赞同陈浩民这种把妻子当生子机器的行为。 但陈浩民表示是医生的建议,也因为奖励杀是运动员体质好。 不过只要奖励杀觉得幸福就好。 有老公的疼爱,还有可爱的儿女,这也许就是奖励杀想要的生活了吧。 如今这四个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,而奖励杀的身材仍保持得那么过辣,让人羡慕不已。 很多人都觉得她很不可思议,是生上瘾了,还是想透过生孩子帮助老公呢? 一般剖妇一个都是要隔三年再生才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。 但是陈浩民却让妻子如此密集的剖妇产,5年剖妇产生了4胎,确实有点吓人了。 对此,江丽莎强调自己是非常喜欢教孩子她坦然。 我身体素质很好,也肯相信自己的医生在医生的巧手下,她生了4个孩子都没有坐月子,刨妇产也不痛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觉得今年才32岁的她似乎有点老了一些。 小编士觉得女人生文还是做月子好,要不然很容易摔老河流下病根。大家觉得呢? 陈亚如,陈亚如,陈亦,陈若嫣,陈希问。 四个孩子还是挺可爱的,四年生五个孩子。 很多网友表示佩服蒋丽莎的勇气,而不少网友评论表示让你老婆歇歇吧,看着都累。 。 江丽莎,1985年11月30日,女,长沙人,获得过2003年湖南新斯路摩特大赛季军。 曾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,现在是一名服装设计师。 2011年7月11日,她与香港演员陈浩敏在长沙登记结婚。 她结婚五年,连生四胎都是剖腹产。 从未坐过月子的她现在模样让网友惊呆了。 说到蒋丽莎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。 除了丈夫是陈浩敏,她在桂圈的生育能力,是出了名的会生孩子。 结婚五年生四胎,关键四胎全都是剖腹产。 很多人并不赞同陈浩敏这种把妻子当生子机器的行为。 但陈浩敏表示是医生的建议,也因为蒋丽莎是运动员体制好。 不过只要蒋丽莎觉得幸福就好。 有老公的疼爱,还有可爱的儿女,这也许就是蒋丽莎想要的生活了吧。 如今这四个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,而蒋丽莎的身材仍保持得那么过辣,让人羡慕不已。 很多人都觉得她很不可思议,是生上瘾了,还是想透过生孩子帮助老公呢? 一般剖腹一个都是要隔三年再生才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。 但是陈浩敏却让妻子如此密集的剖腹产,五年剖腹产生了四胎,确实有点吓人了。 。 对此,蒋丽莎强调自己是非常喜欢教孩子她坦然。 我身体素质很好,也肯相信自己的医生在医生的巧手下,她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坐月子,好妇产也不痛。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觉得今年才32岁的她似乎有点老了一些。 小编士觉得女人生文还是坐月子好,要不然很容易摔老河流下病根。大家觉得呢? 陈亚如,陈浩敏,陈若妍,陈希问。四个孩子还是挺可爱的,四年生五个孩子。 很多网友表示佩服蒋丽莎的勇气,而不少网友评论表示让你老婆歇歇吧,看得都累。 江丽莎,1985年11月30日,女,长沙人,获得过2003年湖南新斯路摩特大赛季军。 曾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,现在是一名服装设计师。 2011年7月11日,她与香港演员陈浩敏在长沙登记结婚。